七国集团外长会当地时间11号在英国利物浦开幕 据路透社的报道 会上七国外长共同向俄罗斯发出警告 称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将面临严重后果 当天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在会议开场声称 七国集团需要团结一致强硬应对侵略者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表示 七国集团一致认为 要解决俄罗斯陈兵乌克兰边境问题 相关方需要重返谈判桌 当天晚些时候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表示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地区集结 对欧洲安全构成了威胁 与会各方一致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 针对俄乌局势 美国总统拜登11号说 美国从未考虑过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但他已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表示 如果入侵乌克兰 俄罗斯将付出极大的代价 面临毁灭性的经济后果 此外 乌克兰内务部新闻处11号表示 美国拨款2000万美元 用于加强乌克兰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界的安全 项目将在2022年1月开始落实